甘命我愿意献出一生候羊火发 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甘命我愿意献出一生候羊火发 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甘命我愿意献出一生候羊火发 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今天是中国人 很重视的一个中秋节日 这个时候 正是秋天 秋高气爽 灭光比其他的时候 格外的光芒 一般人都称颂 花好月圆 人长寿 在这一天家家户户过团年节 我们也随一顺明俗 今天晚上讲经 停一次 让大家欢欢欢 certification 我就回家了,过团云去 团云 与美满 总是常常连在一起 这是一切人的期望 愿望 能不能达到 这是一个问题 佛在地藏经上 给我们讲了几句话 这几句话 不仅是地藏经的总纲领 你也可以说是圣佛王三世 一切祝佛如来 教化众生的总原则 所以在经里面它属于教理 比教你还要圆满 还要深挂 这个就是大光明云的一段 佛给我们设了十周 这一段经文 必须要牢牢的记住 要常常就观想 观想就是 改变我们的观念 这个设计 是诸佛如来的经济 我们能常坐如是观的 就可能棋如佛经济 师尊给我们说了 社区 社区 代表大圆满 所以第一句就是大圆满光明 这个意思 非常之深 决定不可以 轻易地看过 祝佛所说的一切法 都不出这诗句 所以这诗句是大圆满里面的 大宗词法 意思 深广无尽 这一句是总书 祝佛菩萨 自受用 大约满 我们凡夫有这个愿望 有这个祈求 但是四十项 达不到 我们的 欠学 太多太多了 哪有 佛菩萨 这样圆满地受用 没有丝毫 亏欠 就像中秋的月亮一样 圆满满满 后面九居 是别说 这一句是总书 居足后面九居 才沉大圆满 那九居里头有一条没有 就不能叫大圆满 那么这真是华严经上所说的 一节识都多节声音 也都不二 所以下面给我们说出 智慧 又给我们说出 般若 般若是智慧 两个连在一起 那就是 深知 全知 全知 是我们生活所依的 就是平常家的方便 全知 全知就是善调方便 已经生活得很自在了 生活得很幸福了 样样都做到恰到好处 都做到 都做到 无有正见 那就是大人 薄弱是实质 更人质 是断货所依的 我们要破妄想 我们要破妄想 要破无名 一定要剥入智慧 剥入智慧不能先前 这一年 无名妄想是决定不回断 是大修仙人 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生 就是剥入智慧 进去 它才有这个作用 大三妹 三妹是震受 是禅定的 在一切法里面 自己真正做主宰了 就是雷尼经上所说的 你能转无了 不会被无所转 为什么 你的大三妹 若能转无 则同如来 原初度的菩萨 就能转境界 而由此可知 境界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你还能转得了吗 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一切又违法 如梦幻泡影 所以可以转 龙梦可以转 体质可以转 居住的环境 山河大地 通通可以转 没有一样不能转 后面给我们说出 吉祥 吉祥是什么意思 义立所义 儒家所讲 道德仁义 人能够行道德仁义 这就吉祥了 如果你的思想行为 违背了道德仁义 就不吉祥了 吉祥的反面 是凶灾 一灾难就歪掉了 他这个实际 排列的顺序 很好 你要是把五句作为 一段 前半段跟后半段 前半段开始 用圆满 后半段开始用吉祥 圆满吉祥 可见的 佛说法 也并不是有意去派 自信 自信当中 自然流露出来 就这么样的圆满 就这么样的 严真 一丝毫都不乱 从吉祥里面 才深处 负得功德 而功德 是我们 断悟 深善的 依靠 佛家常讲 一念 趁心起 不让 掌门开 一念 趁心起 活烧功德力 一念 佛在经论 处处免利我们 要知道 吉功 累得 几个人听话 几个人真干 虽然 明为佛弟子 我们受了三规五戒 出家 还受了三谈大戒 对于佛陀的教会 有没有真正的 有没有真正去体会 有没有认真去休息 难了 少之又少 太少了 太少了 心里面 心里面很想做 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水顺烦恼吸气 原因在此地 五十届的烦恼吸气 以及这一生所养成的不良的习惯 改不掉吧 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有高度的警局 要有真正的认知 你不能改 你就决定度生死轮回 没有办法避免 搞生死轮回 你就一定要清楚 决定度三我道 地藏经上讲得多明白 多清楚 佛不是不慈悲 佛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 自己不肯走 那有什么发生 这不是佛的事情 所以自己 第一了 要支持 为什么别人能处理三级 为什么别人能够往生不退 成福 我还要躲地狱 还要躲高山土 世出世间的耻辱 没有比这个更大了 其耻辱辱辱啊 儒家所说的 支持竟Go 勇啊 勇说 勇女改过 那么由此可止 不能改过 还要过个英雄苟且的生活 这人不支持 过去有一年 我在休斯顿 那一边同修请我吃饭 有一位蔡居士 他是大学教授 蔡面森居士的公子 很有智慧 给我谈到这个问题 今天 我们要挽救世道人心 唯一有效的方法 就是提倡支持 我听了之后 很欢喜 我很赞成 我给他出个主意 我说你可以 多想想 写一篇文章 我们成立一个支持于学舍 来推动社会大众支持 可能对撞四卿 相应的人不多 这个当中也有道理 为什么呢 都说出自己的毛病 哪一个人肯承认自己过失 肯承认自己毛病 肯承认的就是支持 自己晓得自己有毛病 但是死不承认 那就没法则了 蔡居士的动意很善的 所以我刻了一个印章 支持改过 勉励自己 也勉励同修 这样才能够成就自己的功德 让功德不至于失掉 后面再说到皈依 皈依在总原则上 皈依绝正经 这是总纲领 总原则 如果要落实 那就是一起归一眼 我们齐心动念不善 从不善的回头 依靠善的善念 我们说话说错了 要从错误回归 以正确的说法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一日造作 要从不善的回归到善 从一些邪然 回归到正 回归到近 这是真正归一路 所以总体来说 是决正经三个大原则 大前提 这三个原则 包括我们日常一切行为 这个才叫归一眼 否则的话 这三个字就落空了 决什么叫决 什么叫真 什么叫尽 落空了 落实就在生活当中 就在工作里面 看我们的心情 看我们的态度 看我们的效果 如果与 主政经这个前提原则相应 那你真的是鬼 最后是赞叹 赞叹是利他的 前面九句都是自利的 幕后这一句利他 赞叹什么呢 赞叹圆满 赞叹慈悲 赞叹智慧 赞叹般若 乃至于赞叹 前面九条 这个诗句里面 每一句 任何一句 都含是其他的九句 你说圆满 如果没有其后面的九句 就不圆满 所以幕后这个赞叹 没有前面九句 就不叫赞叹 同样一个道理 负德 如果没有其他的九句 没有负德 吉祥 没有其他的九句 不叫吉祥 然后才晓得 这个大圆满是 灭灭圆满 四肆圆满 圆满 充边聊 虚空发界 这是真圆满 与时空发界 融合成一体 这就如 佛发界 就如 佛的境界 世俗人所谓的 臣服 就是这一段死去 我们修修 不能不知 不但要知道 要深知 如何能深知 要立行 你做不到 你就没办法 知道 做到而后 你才真正明了 佛所说的一切法 没有别的 就是他真正 其中的境界 把这个境界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就是赞叹 帮助我们 破灭开悟 然后才能 真正达到 利苦的路 那么这也是 花好月圆 人寿点 真正落实 那么今天中秋 我就说这一点 意思的供养大家 祝福大家 今天时间到了 也不送我 婚前 莫省 懒 草 本居 给 快 快 快 感谢观看